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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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盆这里呢 还有准备这些body towel 还有就是提供睡衣 他这家饭店应该是日系的饭店 就是日式的 我的肚子真的很饿耶 我想要点外卖 牛肉面 然后我们有一个牛肉汤 他那个面是可以选你要刀削面还是要补充面 然后我选的是那个刀削面 嗯 蛮香的 给大家看这个牛肉 我喜欢这样子的肉 就是瘦肉比较多 可是中间要带一点点肥肉 一步好好吃他这个 他只给了两块肉 这个蛋饼 蛮好吃的 虽然他的那个皮已经不脆 可是我可以想象到 然后如果他热热的时候 他皮脆脆的时候一点好吃 之前我在台北吃过那个菌师傅 他牛肉面也是很好吃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牛肉面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 就是觉得很好吃牛肉面的可以 可不可以comment让我知道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要去try 我现在要出门啦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晚上的outfit 就穿了一件就是ck的那个bra top裤子 就是我平常很喜欢穿的那种宽松裤 搭了一个外套 因为今天偏气比较冷 今天晚上呢 就要带大家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现在就带你们陪我一起去 Let's go 这个怎样开 我不会开 哦 不好意思 我不会开 国理中正纪念堂 看我特地穿白色 就是为了搭搭 其实我觉得他晚上更漂亮耶 晚上我开灯 只是 我觉得肉眼看是最漂亮的 那个我的镜头呢 没有 只是把他的美呈现出来 这个中正纪念堂呢 他早上很漂亮 他晚上的时候开灯的时候也是超滴滴美的 然后他就在那个自由广场隔壁 就 我刚刚就是在这里 就是绕了一圈 其实蛮多人就是带狗狗来这里散步 还有一些就是Family啊 他们就是可能after dinner 他们就来这里走走这样子 还蛮舒服的 我觉得今天很lucky呢 因为今天的月亮也很远 还会不断 很害怕 他今天很远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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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到了吃晚餐的时间 又回到了那个西门丁 其中一个最多观光客的地方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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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才吃倒挺饱的 所以我想要就是吃点小巧的 小吃 上一次来西门顶的时候呢 没有吃到阿中面线 因为上次很多人排队 今天晚上又来买 它有分大的跟小的 小的呢它是60元台币 这样再小一个吃的也不会太饱 那蛮好吃的 这个是游客必达堂 这个非常好吃的 웅阿蜜 这好香耶 晚餐就在夜市接不觉得 这样60块 蛮便宜的 一碗就饱了 这小小个 我们在看来这样小小碗 它的面蛮多 这一次回来西门町这里呢 还是一样有很多就是 衣服店 感觉这一次回来呢 比上一次的衣服店更多 他们这里卖的衣服呢 很多都是那种韩帝韩帝的 所以衣服很多 吃了很多 人也很多 如果好像我的家人呢 他们来台湾呢 我一定会带他们来这里 你看到就是这边 有很多街头表演 我的朋友去一间bar 是这边吗 我超喜欢这个地方的超酷的 只是看见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的 我最喜欢的地方的 甚至这边 因为我超会有很多 没有海贵 我们很喜欢的是 已经很喜欢的地方了 所以因为这边还在我们 有很多地方就好了 我更喜欢的地方 我最喜欢的地方 它是有那个 它是蛮就是复古复古这样子的 它有点像在佛达林逊这样子 可是它很特别一点呢 是它有那个 那种露天的 那个 projector 就是可以在这里这样看电影 我真的很开心我朋友介绍我这个地方 好 我一直在这边 我只会先吃这个冰箱 好 我都会吃的 我还要吃的 我会吃的 我都会吃的 我和你吃的 我都会吃的 羊毛 我都会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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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來101吃晚餐 跟團友們一起吃晚餐 因為這次來這裡呢 那個旅遊局就有幫我安排了一個tour 來吃頂泰豐 其實來到這裡呢 一定要吃頂泰豐 上一次來的時候我都沒有吃過頂泰豐 超多人排隊 我的團友去日本人 我只要跟他們講話 我要跟大家說我是很有媽媽園的人來的 就是我很容易就是可以跟阿姨們交朋友 這個是頂泰豐的上午西米酒 這個是頂泰豐的上午西米酒 我喜歡日本酒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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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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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在喝總藥這樣 好 隨便 這個紅油超熟 超好吃的 香辣湯 香辣湯 美味嗎 美味嗎 這個超好吃的 這個好吃 我在Lululemon看到了這個包包 好可愛喔 這樣 很可愛 我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購物 要快速 好像可以裝很多東西 它裡面還有網的 你的錢可以放這裡 這個也很美 這個感覺就是可以帶去運動 這是什麼 叫酒杯 J-O 我們上班是不能用手機 對 沒有進來裡面 還是你有IG嗎 喔我IG也是一樣的 沒關係我去訪一下 你可以抖我嗎 好啊 現在我又長粉了 我又做了一個訂閱子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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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好熱情喔 非常熱情 非常熱情 對 哇 你身材好好喔 對 喇叭褲也很好看耶 也是 喇叭褲是哪個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喇叭褲是這個 我其實蠻想要試試看那個喇叭褲 哇 這個褲子 也太修飾腿型了吧 他們家的衣服 Quality真的很好 很軟 而且這個褲子 也太 就是修飾腿型了吧 我自己已經坐飛機 超愛穿的 真的耶 它超舒服的耶 對 然後它又是 High Rise Super High Rise 所以你會覺得它很保護到你的衣服 OMG 很開心耶 我剛才去那個 Lululemon呢 他們就送了我一套衣服 然後他們希望我就是在IG可以分享這樣 Youtube 喔 Youtube 喔 Youtube 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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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和夜市 第一站呢 就是买胡椒饼 就来到饶和夜市呢 一定要买的就是胡椒饼 来到饶和夜市呢 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胡椒饼 这个很好吃耶 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然后它的鼻很脆 有肉 然后里面有很多葱花 它的胡椒味真的很香 很多人排队的菠萝包 这个也很好吃耶 超好吃的耶 谢谢 谢谢 这个夜市呢 它的食物比较有特色耶 就刚刚我吃的那个胡椒饼跟菠萝包呢 在其他夜市好像都没有看到 两个都很好吃 下次再倒回来做一个特辑 如果没事 咖啡 太大腿是地图的 葉子 你可以吃了 Hands dé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吃了 但是还不太吃了 我们可以吃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穿搭 今天呢 我的穿搭呢 算是比较minimal一点的 很像我今天里面就打了一件白衣 然后 裤子呢 我就穿很浅的高腰裤 然后配一双白鞋 包包呢 就是搭这个mini dejoy 这个是之前在法国买的 外套呢 我也是搭这种很浅的外套 它是非常浅的卡其色外套 这外套好像之前是在Zara买的 好像是夏天的时候买的 我觉得它现在应该是没有活 然后搭了一条项链 这项链是之前就是在日本中古店买的 Let's go oftentimes 但是 Maso 滴菜 原作上 挨双 我的男女 跟我女友 帅 显 你好 刚刚跟琪琪就吃了 然后他就带我到这里附近去逛逛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做福井街 他跟我说这里附近还有很多小店 我就想说带大家一起去City Walk OMG这个很可爱 如果有baby的话我一定买给他 为什么我带到这么奇怪 在这个区呢 他是算是属于比较住宅区 也是有蛮多那种小店的 然后他们卖的东西比较有特色一点 这里卖的这些衣服呢 很多都是那种进口的 他们就是很像去外国带货进来这样子 在这个网上呢 我就乱搜 我就搜到了一家蛮有特色的东西 然后他是butter cookie专卖店 他的名字叫做but we love butter 这个是免费试吃的butter cookie 我以为他是coffee shop来的 可是他们是没有卖咖啡的 他们的那个butter cookie的包装呢很美 就是你可以选你要的butter cookie口味 就是你可以选你要的butter cookie口味 然后再选那个你要的包装 很香耶 他的奶奶香味也很重 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选口味 然后再选包装 有些是文化车机干 有些是跟艺术家年龄的 哦 又跟朋友来另外一家咖啡厅 刚刚跟我的朋友在这里喝个咖啡 喝喝一下 现在就六点半了 想说就是去附近找一家餐厅吃晚餐 台湾这里呢真的有很多就是日本料理 嗯 招牌的话这个招牌可能很好吃 那他是固定做三到五的 就这样 三点先抓到 哦好耶 这一家餐厅是 我朋友推荐的 我朋友推荐的 这边有五米 有烤牛肉 然后还有鱼软 有一颗 有一个 貢管 公圣 鱼软 护鱼软 鱼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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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我们的招牌呢 应该是牛肉 因為它的店名叫做POWER BEEF 可是我又很想要吃海鮮 真的蠻好吃的 蠻推薦大家來的 Good morning guys 我要去吃早餐囉 去吃酒店的BREAKFAST Let's go 這個是我的早餐 我拿了一點BANOLA 滷肉飯 咖啡 還有一點雞肉 然後這個肉丸 還有這個 雞蛋 方便拿著給三文魚 就這個 中條 從來 也有 喔 肉丸 回到 配雞蛋 收拾 OK 又是到了这一支影片的尾声咯 我要离开台湾咯 我要回去马来西亚人 想要跟大家就是做一个 Bond1的ending 这一次呢 回来台北呢 有一种很莫名的 熟悉感 这一次很开心呢 就是这次回来台北的时候 就交了很多朋友 上一次来台北的时候呢 我就交了很多朋友 这一次呢 到回来台北的时候 还可以跟他们一起hang out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天我就去报名 报那个Half Day Tour 就认识了就是新的朋友 然后他们是日本人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可爱啦 就是跟他们讲话就是鸡同鸭江啦 可是就是觉得有 虽然是这样子啦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memory 有一种就是那种 好像我跟我自己 阿姨他们以前去旅行的那种感觉 这一次的solo trip呢 就到此结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follo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